大家好,青岛的视频出了好几期了,还没有说说住的地方,也没有逛逛街景 今天我先给大家说说住的地方 我住的地方是五胜关酒店,这个是个非常小的酒店,一共只有83间客房 这里交通非常方便,旁边就有一个公共汽车其实点,好多公共汽车都经过这里 另外这里走到海边去,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就到了第一海水浴场 所以是个非常方便的地方,每天早上我起来吃早饭之前都会到海边走一下 另外这里的客房我觉得还算干净的,很有特色的是他们的早餐厅 中餐西餐都有,有豆浆油条,有小笼包,当然也有咖啡面包 所以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价格适中 我这几年每次去青岛基本上都住在这家酒店 酒店其实每天早上都送水果的,可是我每天早上出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小地摊上买一点点水果 这个大姨非常的有意思,她卖的桃子很好吃,说是周围哪个县市来的,我也不记得了 我这个土人因为不会用微信付款,也不会用支付宝,所以经常在买了她的水果以后她找不出零钱给我 然后我就说算了,因为只有三毛五毛的,可是这个大姨特别的客气 总觉得白拿我三五毛钱不好意思,无论如何要送给我几个无花果吃 青岛这几年建设发展的很快,也多了非常多的高楼大厦 很人性化的,在很多斑马县的地方都有一个遮阳伞 顺着海边走过去,看见非常多石头雕刻的大螃蟹 挺有趣味的 海边上很多人在钓鱼,也有划着小船去赶海的 看看这些小的海胆,估计是赶海回来太小了不要了就扔在这里了 青岛人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我记得我住在那的时候就是这样 非常多的人骑车到海边来钓鱼 顺着海边,很快就走到了东海路,这里的海浪还是挺大的 这个海浪已经打到路上,你看这个路都湿了 青岛的老城区有很多这种石头铺的路 沿街的这些小商店,小饭店,非常的接地气 虽然都摆到马路上来看着挺拥挤的 但是非常的有生活的气息 小饭店的门口都摆着很多这些活的海鲜 好像价格还是挺贵的 走着走着来到靠近战桥的海边 很多旅行的人都在沙滩上和礁石缝里头抓那些小海鲜 有很多好玩的小螃蟹,也有一些海粒子 青岛的战桥最初是军用码头 1930年代经过改建,增建了桥头的两层楼阁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回南阁 从此就成为青岛的一个重要景点 并且逐渐成为老青岛的象征 沿海一线稍微好一点的地方都盖满了高楼大厦 我特别喜欢看这样一家人 儿女们陪着父母出来玩,而且一起照相 从这里可以看到回南阁对面那座小岛 那个叫做小青岛 小青岛最高的地方有一座白色的灯塔 它是1900年由德国人建造的 是青岛市的重点保护文物 它和战桥一起,现在被视为青岛市的主要标志 现在我们到中山路看看 中山路作为青岛著名的老街 两侧的历史建筑非常多 其中有两处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还有12处列入山东省的文物保护 中山路的商业圈现在仅仅在依靠名气和旅游业生存 实际上正处在一步步衰落的状态 往日的辉煌再也看不见了 还是感觉有一点凄凉的 中山路上的春河楼是一座和青岛同龄的 山东历史最悠久的卤菜饭店 饭店门头顶端醒目的镶嵌着 康有为提写的春河楼 还有1891的年号 春河楼做着非常地道的卤菜 当年要是吃饭到春河楼也是一个高大上的地方 现在看起来比较冷清一点 现在大家和我一起来看看著名的匹财院 匹财院这个名字的来历 有人说这里原先是个匹财室 全是卖匹财的 还有人说这些匹财除了供市民烧火做饭 还供应大窑沟炉烧制砖瓦等等 40年代青岛晚报就设有匹财院的栏目 每天报到这里的新闻 老青岛人几乎没有没去过匹财院的 20几个院整条街都是商业餐饮娱乐集中的地区 是青岛人逛街的集中去处 匹财院的热闹是出了名的 许多难来北往的小客商也都经常住在这里 为的就是享受一下这里的码头文化 这里曾经是青岛平民的娱乐中心 一些后来很有名的艺人 开始都是在匹财院里头展露头角的 据说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 也曾经在这里上演过相声 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 混沌 锅饼 炉包和豆腐脑等等名吃 都汇集在匹财院 这里也是青岛最早的美食层 老式的匹财院里 小街的两侧主要是饭店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圆惠堂 李家饺子楼 增盛楼 天心楼 协聚服 一美斋等等 其中圆惠堂最大也最有名 除了街上的两层楼房以外 在后院楼上还有几个单间 卤菜分济南菜系 焦东菜系 圆惠堂是济南菜系的名店 江宁路的西段 以卖糖果 以及花生 瓜子 栗子等草获为主 大部分都是前店后厂 零售 加批发 主街通往北京路的一段 主要是酒馆 门前是熟肉摊 经营猪头肉 酱干 酱牛肉等等 有的也是前店后厂 酒馆主要是卖散酒 店中有一个大大的酒缸 红纸写着斗大的一个酒家 顾客如果买酒的话 用二两或者四两的酒滴子滴溜出来 这里只供应豆腐干 花生米等等小韭菜 如果需要吃肉 要从门外的熟食摊上买了送进来 满满的都是年代感 大家都认识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海肠子 住在海边的人应该都认识 我看见过很多次 不过从来没敢吃过 据说是鲜美无比 现在我们来看看 匹财院里的江宁会馆 匹财院起初有条路的名字叫做江宁路 江宁会馆在匹财院里的江宁路上 10号院和2号院 江宁会馆因此得名 这里就像是一个最大的娱乐大院 有戏台 茶楼 各种小吃点心 大家在这里听戏曲 喝茶 聊天 热闹非凡不亦乐乎 这几年江宁会馆经过装修 焕然一新 搭好了新戏台 摆好了八仙桌 配齐了长条凳 古色古香的庭院中的纸巾格戏台 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 大家一边欣赏着取义 一边品着茶 吃着小点心 刻着瓜子 非常的逍遥自在 院子里有砖木结构的三层楼 分东西两个跨院 属于青岛典型的礼院建筑 同时还具有浓郁的江南民居情调 古香古色 有着浓浓的风土人情味 这里的菜品我看了一下 价格还行 不算贵 而且比外头小摊上的做的 明显的看着就高出一个档次来 如果你愿意坐在这里 听听戏曲 磕磕瓜子 喝点茶 另外再吃点东西 我觉得应该也是很惬意的 无意间走进了一家民宿 这家民宿的名字叫做街里客栈 客栈是根据青岛老民居建筑改造而成的 充分保留了原民居的特色 总体看上去还真的是很不错的 我回来以后再网上查了一下 价格也还是可以的 再见了 皮财院 有机会再回来看你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